講到高雄的難題和公園生態是很豐富 市政府近日要一個三個失態 兩座公園案件頭 要把這個案子上水團去網路頂頭 民眾不必出門 就能欣賞到失態的生態 不可以加強公園的感控管理 高雄連地攤旁邊的珠仔失態 高雄近的面積不說太大 所以有四百多種的事物 也發現人家照頂頂百多種的照額 最近市府還在這裡總是兩座公園 面對失態 他十四點前跟現場雄雄團去網站 給民眾觀賞 做他的失態 現在失態後上傳到雲端 我們就是說這樣不用買失態的錢 而且他的話數是很高的 然後隨時是有動態的 我們可以隨時可以看 一月十多是第一次版的所在 現在十萬元 可以看到失態 即時的狀況 雄港廚等在改正 可以轉動的兒童頭 頂上會更加清楚 在那一月十多 還有英安家庭 這裡可以看到 黑民族的失態 今年都會增 另外還有風刷 兩座市區大型的公園 在那觀察心態 也可以加強管理 按審七月就能完工 有很多人說騎自動車 或是說等本事 或是勤高 黑白燈 黑白燈 那些東西 想說 黑白燈 看著他們的 黑白河罵 要當用智慧的一個監控 有一些比較 稼働的 或是說比較有名的 這裡 他如果在做事 最怕就是什麼 人家來把他的 童頭 拿去賣 所以如果透過這種監測的模式 自然而然 這種行為就會被消滅掉 大家就會知道 我們說這是違法 這不行 台風掌聲利用科技來感控 濕地跟公園 也建議若是經費有夠 可以占對特殊的生物 農業感觸 比喻人為尷尬 更有夠有意義 記者等到溫柔為作 高雄報道